没有路灯夜晚的这条路上 有够黑光线非常不足够 只有从家家户户的窗户 透出来的微小灯光 这里是高雄市左营区自住里内 立志中街旁边一条不到六米的道路 当地环境还不错 但就是到了晚上 民众经过这个地方 暗道总会让人感觉不知所措 可惜的就是说 那个没有路灯 没有路灯很暗 有时候像那个女孩子 他们要到这边摄门 那一栋要走过来这边摄门 结果碰到流浪狗 还有甚至有流浪汗在那边睡觉 所以假如说能够装路灯比较亮 这样的话大家也会觉得比较安全 暗暗啊 有一点暗暗 要装一个灯才好 在晚上的时间当地民众 不论是要出门散步 或是到附近超商买个东西 都有可能会需要经过这条昏暗的道路 由于许多住在当地的住户 都反映了这个状况 当地里长刘玉腾考量到安全上的问题 希望可以在这条道路上增设路灯 那尤其我们现在看到这条路是晚上非常非常的暗 几乎是那个伸手不见屋子 而且很多很多的居民跟邻居乡亲 他们都一直在反映 对 在晚上走这边的时候都会有流浪汗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野狗啊 或者什么小朋友都会被追 那所以我们在这个安全的状况下 我们也跟这个博弈员来一起争取这个路灯 希望是应该是把路灯先建置完之后 在大楼再下去建置 周边大楼户数大约有两千多户新大楼林立 再加上社区人口急剧增加 当地里长与议员都一致认同 确实有增设路灯的必要性 也在不久前到现场与相关单位进行了会刊 随着这两千户的居民住进来之后 过去他可能不需要这些 可能比较少人在走动 但是未来就是很多人在走动 那商店也多了 未来居住的人也多了 就会发现说这里不够明亮 那所以我们里长就会同我们 还有市政府当然也要找军方来 去做一个会刊协调说 这块土地我们接下来要装路灯等等的 那也很好地得到了一个很好的结果 餐厅也是新的 7-11也是新的 然后住户也是新的 那所以我们希望营造一个更好的生活环境 好消息是这边的路灯经过会刊之后 预计在年底前就会装设完毕 到时候就能给当地的居民一个更明亮 而且更安全的环境 记者潘志光装收听高雄报道 有点资格 好消息是这边的 我们下期刊协调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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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就会发现了 我们下期刊协调说